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 就叫做 我真的得救了 实际上这个主题是对我自己的 然后呢 大家信主的路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同样的那种体会 就是说我们信主信了很多年 有时候就不知道 我到底信了什么 那么 大家首先知道 这一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那么美国呢 搞马拉通比赛 结果就死了三个人 那么其中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 才23岁 叫吕玲子 那么前两天旁边也搞了巨头大会 就不知道 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就死了 那么 四川呢 雅安庆山大地震 一直昨天我查了一位人 已经死了176人 那么 伤亡 还有受伤的可能一万多人 那么我们大家可能也知道 我们是在尔伯特时间长的人就知道 尔伯特原来的那个省长 叫做杰鑫 那么他在尔伯特当了省长 当了14年 那么尔伯特很有名的省长 那么我们是03年来的瑞迪尔 他上去 他上去讲话不像很多那些正常的人想话 他是钢字符合的那种一个人 他就是给我们每个人 花了400块钱还是300块钱 400 我们家就三个人 拿了400块钱 我们家买了三个monitor 我们家那个monitor 是弄完的 那时候这一个monitor 就是400块钱 17寸的 那是这个省长去世了 大家可能也很了解 我讲这些呢 就想知道生命很短暂 我们做一个 我们这个年轻人 特别是我们教会 大家看都很年轻 都很健壮 个个都健壮 个个都很好 我们有工作 就养地寻弦来找工作 大家都有工作 生活都很稳定 我们稳定的时候 都想不到明天 我们觉得明天呢 明天在那 不会在我身上 别人在那 不会轮到我里头 会这么想 但事实上不是的 那么我们看圣经也知道 圣经的路加福音12 到18节 当时就说过一个财主 很富有 很富有 他就说我再借一个更大的粮仓吧 把这个粮食再堆起来 让我好好地享受这个人生 好好地吃喝玩乐 神就把他的命祈祷了 第二点祈祷了 就说这个人生 不是说你我来确定 是神来确定 那么怎么样才能得到这种 就是一路的这种生活 信主的路上 那么圣经诗篇里 九十章十二节就说过 就求教你数算日子过日子 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日子 是我能得到智慧的心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种话 也能鼓励我们 特别说我们基督鼓的 每天每天数算的 明天可能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天 我们人生的智慧绝对不同 我们的投资方向也绝对不同 是这个意思 那么就是说生命很短暂 我们特别是基督徒们 不但要信主 信主之后呢 我们要确信我们得救了 信主的最终目的 要知道得救了 那么我提一个问题 不知道大家勇不勇敢 都请举手啊 在座里有多少人是基督徒 就受洗为主 心而受洗的基督徒有多少人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包括我是十个 好啦 去放手吧 那么你们这十个人 包括我在里面 这十个人有多少人是得救的 举举手 多少人是得救的 知道吧 就杨帝宣给我得救了 你们说杨帝宣都没有得救 你们说的啊 就这个意思 那么有一次一个布道会 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 去布道去了 布道会呢 他就让基督徒们举手 那一千多人的一个布道会 他就举手 结果一千多个基督徒举手了 举手之后呢 那这个牧师就问他们 你们这种人有多少人是得救的 谁都不敢举手 一群结论们 谁都不敢举手 后来有几个举手的是 他带来去的一批人 就他的一个人 他跟教会的几个人举手了 那么我把这个拿回到我们的现实中 我们在中国成长都知道有四角医生 那有些四角医生很出名的 是吧 那么一个四角医生很出名 所以很多人去看病 上千人去看病 那么回到你去采访这几千人 我哪里有几个治好这个病的 如果你去看了这四角医生很出名 一千多人去看病 结果他没有几个异好的 听没听懂这话 我们信耶稣 信了那么多人信耶稣 都说说我是基督徒 我是耶稣的门徒 然后耶稣反过来问你 你有没有得救 如果信耶稣 然后没有几个人得救 这个耶稣信不太好 知道什么意思啊 我们这个耶稣是那么没有能耐 还没有四角医生有能耐 那你四七看了病了 还没得救 没治好 这一次啊 那么以前一样 以前如果牧师问我 我可能也不敢举手 因为这个事情也是很挣扎我 所以我寻求了很多 所以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那么圣经呢 确实说过 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三节就说过 他就说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我再说一遍啊 我们不仅要信主 我们还要确信这个救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有一天呢在天堂的门口 一个敌死司机 死了吗 去天堂要去啊 那么他去天堂的时候 前面还有个传道人也死了 也在天堂的门口 那么他要进天堂的时候呢 彼得就让那个敌死司机进来 那么这个传道人就不干了 我说我在地上传道那么多年 你怎么不让我进天堂 让这个敌死司机进天堂 那么彼得就说 敌死司机开车的每天 坐车的每个人都信主了 都不如耶稣领下 你讲道的时候呢 每一讲道大家都在发负 都在睡觉呢 知道什么意思 很讽刺 但是就什么意思 要得救 不得救到这个信仰 耶稣 这个我们基督徒 这三个字放在里面上 没有人欣赏的 没有用 基督徒这三个字 本身是没什么意义的啊 那么我们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 基督教我们基督信仰的 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信主 信主就是本身就是让人得救 就像我们淹的 要淹死的的人 要让人得救 那么我们得救的要知道 必须清楚得救的确据 这个课题比较难 但是呢 我很想分享 所以我拿错了 那么我们有时候也知道 我们凭什么知道 我们是得救的 那么大家有时候信主 或什么 有那些误区 那么我不知道大陆 我们信主不管大陆 像我西方都一样 有很多误区 特别是基督徒 有很多误区 很多人就认为 我新门受洗了 就买了一张票 去天国的门票 或者是天国的身份证也一样 买了票 就不用飞心寺了 到时候我自然就能进去 刚才那个长导人就没进去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 假的 没有进去 那么我们看圣经 圣经到底怎么说这个经文 这个以弗所说呢 我们大家一起见 这以弗所说非常经典的 旧的一个确据 那么我们一起聊 你们得救 是本后因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远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这就是救恩的确据 这么一个经典的话语 这里有恩 神给的恩典 也靠我们的信心 但是他不是靠行为 这些都是神赐的 那么这些都不是靠行为 但是呢 神让你靠救恩之后行出来 你行出来给神看一看 看你到底信 还是不信你 有没有确据 那么圣经的汉语章话也说过这话 你如果罗马书十章九节 我们一起聊 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实力复活 就必得救 我看很多人都得救了 只不过他不敢说而已 这就是得救的确据 很简单 但是我们继续分享 那么有些人就会问 那么这个得救就这么简单吗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雅各书怎么说 雅各书上二章四十节就这么说的 所以我们的弟兄们 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 有什么益处呢 这信心能救他吗 马太福音讲类似的一句话 就是七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就这么说的 所以拼照他们的我之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凡称呼我主啊 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追行我天父旨义的人 才能进去 圣经很多话很刻薄 实际上 我有时候看了很多话 非常刻薄 有些地方感觉说 哎呀你只要信就行了 但有些话 回头看之后呢 他也对你还是有要求 所以圣经一定要从头到尾 灌联起来 不要把圣经的某一些话 正好对你身上的东西拿来耗用 就觉得我得救了 那有时候就会有误解啊 那么这是刚才圣经所讲的 那我们一起看一下圣经所讲的这个图表 那么这里就是以赛亚书上讲过 以赛亚书的五十九章里 二姐就说过 但是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为与神隔离 你们的罪恶使他眼面不听你们 就是我们跟神之间就是有一道鸿沟 这个鸿沟是不可欲悦的 这个鸿沟就是罪 如果我们不认这个罪 我们就过不了这个图 那么这里就是第一个图表 那么很多人就在为了得救呢 就寻找这个solution 方法 谁都想去天堂 谁都想得救 很多人说不信 不想得救的人 实际上还是想 他只不过是他的另外一种东西在吹着他 他不往那掉落而言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感觉说说的 以佛所说的所说的 就是神得了恩 我们能靠个信心去接纳这个救恩 那么很多人就想试着去行善 试着去服侍教会 试着去我有良好的道德想得救 那么我估计很多地方都讲这东西 不是靠行善 宗教和道德 我有个故事就是 我们住在常外山 我们前面就是鸭楼江 那么夏天呢一发洪水的话 水量很大 水很大 那么我小时候经常过鸭楼家 能游过去 但是现在就是 后来花洪水那段 你不行的水量太大了 我二姐家呢 就好不容易收到儿子 冷村都想要把儿子 那么这个儿子很健壮 长得也很好 很帅 哪一天出事了 就夏天 那么小孩就去水上游水去了 结果就拆着淹死 结果呢 他重出了一个 差不多他年龄一样的人 一个人救他了 那么 这孩子是很救了 那么我二姐家里 为了抱抱他呢 我二姐家现在在北京法宫 那么在农村那个房就空在那 那么那个房就是给那个小伙子救他 儿子那个小孩子在看管 那么这个跟救恩是比 都比不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 救恩呢就靠这种感激之情 就是完全是无价的 救恩就像一个礼物 少赖节大家很多人给礼物 如果有个人给礼物的话 你会问他多少钱吗 实行如果给我一个礼物 还实行多少钱 那就不是礼物 礼物本身就是无计价 那么礼物的 报答的方法是什么 那吸人就知道 要不给的什么礼物 多大多小 他都会说Thank you 就靠谢谢 去报答这个礼物 所以礼物本身就是没有代价 报答呢 你也不能拿那个钱去报答 那这里就是救恩里所说的 没有代价的东西 我们能做的就是靠感恩 赞美和喜乐 去报答他 那么他方法在哪里 神给我们的一个方法 就是十字架 就是耶稣的 就是十字架 人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了生命 那么就是靠十字架才能过去 十字架的道理很简单 但是呢我们就基督徒呢 也感觉到很复杂 有时候总是摸不到其中的奥秘 我现在还是没摸到 所以我每天在寻找 那么约翰福音的就是这么说的 约翰福音五章二十节说的 我实实在在得告诉你们 那听我说话 又信差我来者的 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除始如生了 那么很多基督徒呢 就已经得救了 有时候都不知道得救了 很多人都以为我这个得救 就是指对我死了之后 去天国 或者死了之后的事情 那么我们刚信祖师都是这样的 刚信祖师对一个死了之后 这是兑现的死了之后 所以死之前就 就实际吃了和玩乐 实际积累财宝 因为我死了之后 还有同性嘛 对吧 实际上这个永生是指的是 我信祖的以前开始 永生就住在你的心底 你的永生已经在开始 只不过你永生现在地理开始了而已 所以这永生不是说死了之后的事情 不要总是那么偏偏地去理解 那么你信祖那一天开始 已经就进入永生了 那么这一天呢 就圣经里讲的一些章节 那么有一本书呢 就正常讲这个得救的确据 就是分析的很细 所以我今天就专门给大家分享 我以前前面给你讲的 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圣经的章节 但是靠这几个章节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 或者能不能理解 能不能完全理会这个确据 我不知道 我当时看了 我不太理解 那么有一本书呢 就有一个作者名叫张海光 他讲的就是什么是得救的确据 他那里就分了两大块 第一大块就是新生命的记号 这个记号呢 很多基督徒都有 大家都就是闷着心 自己想一想 你心里都有 那首先呢 就是当你真的幸福那天开始呢 就有这种很多说不出的 心里的喜乐快乐 你偷靠祖父呢 你没有负担 你以前是靠你的能力 靠你的东西 你像我们特别大陆来的 没有后门 没有全市的这种人 你过日子 你靠了吗 那个增长 非常非常的增长 那么加拿大就没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信徒之后呢 我们也碰了一些 不一定是走后门的事儿 平时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增长 是靠神 你就有这个重担可以拖下来 你不会靠到你自己去想赢这些事情 就可以靠神 你把你的重担拿下来 心里就有没有喜乐 那么第二个的新生命的记号在哪里 你渴望祷告 读圣经 扑居会 向人见证基督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们已经都有 还有很多我们弟兄姐妹们 还没有受写 但是很可恶 我看他们已经圣灵入住在这儿 他就是现在不敢来下一步 我们要给他们告告 要让他们过下一步 这就是一个新生命的第二个记号 第三个记号是什么 你做了得罪神的时候 神的事情的时候呢 心中就觉得很难过 这个就是一定有新生命的记号 那很多信主的人都知道 自己做的不对 你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 第四个记号是什么 你心灵中会很自然的称呼 神的阿爸父 刚开始很多人都不感到 什么阿爸父 什么叫天父 我摸不到 看也看不到 你真的有圣经记号那些 可是你就可以 圣经就会陪你练这个桥 让你能说出来 这就是你的阿爸父 那么圣经经常说过这些句句 那么圣经说的确句呢 就是说你只要口里承认 口里承认也不容易啊 说看这些嘴巴说一说 那多简单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说的 很多人念识都不会说的 信不信 很多人念识我就不信耶稣 我就不敢说 或者我不说 看着嘴里承认 简单也不简单 对于确认是不简单 但是呢更难的是后面 心里信神 叫他从实力复活 就必得救 这就是得救的 确认的圣经 这个最经典的话语 那么这个经节中 最重要的经典在哪里 你到底信了什么东西 到底信了什么 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那么 这里就讲这个空洞的信 那么信仰中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增长 我倒是经常能有这种增长 到底信什么东西 摸不到看不到 看不到的东西 那么这空洞的信 就是等于没有信 你信了半天 你空洞的信 就等于没有信 这样的信 与不信几乎没有差别 它让人知道 唯有内容清洗 准确的福音 才能教你得救 那么这里得救的确认 就讲这个两个大块 那么 估计讲这个 这个礼拜一天 我跟实行弟兄参加了 Livisman Church 那个男子 就是man's breakfast 结果来了80多个男人 爸爸也好 年轻人都是男人们 那么他对牧师讲到的主题 就是我们男人们 现在我们男人 或者就是认识太被动 passive 让我们active 主动一点 男人要起到男人的作用 男人起到男人作用 家庭就会有和睦 家庭就有平安 家庭就有力量 教会就有power 他重点讲这个 那么他讲的那个 有经典的话语 就很感触 他讲了 那个我们新一世代 就是有十一个门徒 就这十一个门徒 就能把这个全世界天翻地覆 对不 那么他就举个例子 我们的一世代 只想要八十个男人 我们这八十个男人 如果都像这个门徒 真的是去信的话 能把热尽人家天翻地覆 我们把这个例子 比到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很很小 我不知道世界上 有没有比到我们教会 再小的教会 我真的不清楚 但是我们把他举手的弟兄 就有十个 十个弟兄姐妹 我们十个弟兄姐妹 就比耶稣的门徒少了一个 我们还要发展一个 再发展一个 我们就十一个 我们这种二位 中国的设计 都变成怎么样 我们做不到 神能做到 我们就要有这个信心 我们做不到 神能做到 我们有这个信心的话 要做 十个人已经就不少了 十个基督徒已经就不少了 那么 这个就刚才他说的 就是你的真的信 你就能做出来 那么他说圣经的确计中 有讲两点 就是唯一的确计就是 你要看神的应许 不要自己去抓 抓错东西 那么应许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他就讲了福音的文字 福音的文字 就刚才说 你口里承认心理性 那么这个 是不是觉得太简单了 这个很多人就觉得 旧恩 第二个方面 神加这个神 就在居忍神 当然就是口里 确实承心理性就去 很多人就觉得 这个是不是太简单了 还有这样简单的事情 这个旧恩就太没有power了 没有力量了 但实际上好好分析的话 大家知道 这个旧恩代表的内涵 就是一点都不简单 为什么我们信主过程中 很多人在增长 很多人就是 很不容易信主 这是飞进了口识 飞进了时间 也很难信主 信主实际上是不简单 因为它对人有个要求 大家看对人有什么要求 对人的要求 我们要做深入的反省和悔感 可无力承认 你心里没有信 是没有果效的 现在对这个意思 嘴巴里说了半天 心里没有信 就做不到 那么我讲一个悔感的日子 悔感的一个例子 一个教会的一个 一个基督徒 快到七十多岁了他信主 他很渴慕 很追求 他心里组织他们 一个七十多岁的一个老弟兄 结果教会的所有活动 他都参加 姐妹们的活动也参加 青少年的活动 他都参加 四个活动都参加 那么很多姐妹们就有意见了 我们姐妹的活动 这七十多岁的一个老头来看 那么牧师就很苦恼 那男人就问这个七十岁的老弟兄 诶 你怎么 我们有很多团契啊 男人也很多啊 这个姐妹们的儿童都参加 这弟兄就跟他说实话 我觉得我信主太晚 我现在参加所有的团契 所有的教会活动 我都弥补不了我这么多年的 这种罪过 我想补偿一下 我要去尽所能的所有的时间 都要去补偿 这个就是他的悔改 这个就是真正的悔改 他能悔改到这个程度 那么另外一方面 不是真正的悔改呢 另外一方面就是像我 我就体会到 我信主之前呢 我就看到来到教会之后 基督徒呢 哎呀 我看都很属灵啊 我不是基督徒嘛 我看到别的基督徒都很属灵 很羡慕 两方面 一个是很羡慕 第二方面你不羡慕 因为我不信嘛 你信你的我不信 我就信我自己的 但是 哪一天 等佛 还是信主那一天开始 就有事情发生 神给你这种属灵的眼光 是非常好的 神给恩赖你 给你恩赐 是挺好的 当你信了主之后 开始 你回头一看的时候呢 你看原来信主的人 你看以前那些人 也不怎么样嘛 我看他们信主信了那么多年 也不怎么样呢 对吧 神给你那个眼睛 血亮了 你一看这个好坏分得很清楚 说明了嘛 我回改不过 神给你这个恩赐 不是那里去 哪里的长处就比别人短处 就是你回改不过那一天呢 就会有这种现象 我就是这个现象 我信主主之后 我一看以前 所谓二十多年信主的人 也不怎么样嘛 他也不来教会 也不来侵犯 不来囤契 我一天就能看出来 我有时候觉得很内疚 我不应该整天去看这些 背面的东西 而应该去看正面的东西 这些悔改不过 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那么 神应许呢 就是神圣经里说的 但是他对人有个要求 就是我们主观上的要求 客观上神一定给了应许 但是主观上他对我们有个要求 就是让我们彻底的反省和悔改 那么 大家知道人类最长的距离是多长 大家有没有想过 人类最长的距离多长 有没有想过 从地球的南面到北面 还是北面到南面 有没有想过 人类的最长的距离 就是你的大脑到你的心里 我们每一个人都接受福音 大脑的知识丰富得很 很多人都说是我是基督徒耶稣 都了解福音的很多本子 挺好 这个内容能拿到我的心 需要多长时间 有些人都需要平生 是的 我现在也没有完成到心里 就是这个距离是最长的 我们要超练 就是这个距离需要时间 也一定要把我们头脑里得到的这个救恩的确据 拿到心里去把握才行 那么 他这里讲过这个生命的这个表现的一个例子 就是举个例子 一个人淹死了 不是淹死 在淹的水里 正在求救呢 求救的时候呢 有人就扔了救生圈 你就抓了救生圈 你就上了 他这个就讲这个例子 就是这个救生圈 就是你的一个确据 一个应许 你抓住它之后 你的生命就变了 当时没有这个救生圈过来 你就上了这个案 所以他就说这个是一个 一个确据的一个应许 另外一个呢 他就举个例子 一个树 有一棵树 一棵树如果长出很多丰盛的果子 就取决于树根 如果这个树根不坚固 树根就不见它 这个树就长不大 它也长不出果子 那么这里的最根本的因 就在于树根 所以他就说 这个因果的关系就是 树根会导致你的很多果实出来 所以他就说 生命的表现 得具的确解 中间有很多误解 不要颠倒过来 如果过分地强调这种生命的表现 那么很多人就会很追求外观 外观的意思就是 很多人看得很水 唱歌倒局得很高 唱歌还有人跳舞 看到了 还啥也很大 一口都说水平的话 就是如果过分地追求生命的表现 那么会人们去追求外表的东西 不会追求福音的本子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我们追求生命的表现的人 就对得具的确定没有完整的把握 然后呢 会把人排居的很高 人们如果把这个生命的表现当中 都能够确定那一天呢 就会居高人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 要打个牧师 一说打个牧师 一说打个牧师讲道我都去 哪一个你的死心界前讲道 或是Matthew讲道 那我去不去 那么也不出名啊 对吧 这个意思就是你要把人被居高 如果把这个表现当中的确定 那么美好的品具呢 是新生命应该有的表现 是应该有 那么 那么 他这里呢 就是 约翰的一书二书三书呢 就讲过这个 这一个基督徒 自己是不是基督徒 他有个几个测试 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他首先就要 要让教育这个观 你是不是基督徒 就教育这个观是最关键的 你是不是认定基督 你认定基督是谁 如果认识基督这一块 你认识的不对 或者不完的 就是全场错误 基督是谁也都搞不清楚 或者基督这个 来路去迈也不清楚 那这个一个教育上 你不完就过不了 那么基督就是 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 拆下来 为我们儿子 三天之后复佛 赦典了我们的罪 那么第二个观 就是属灵的观 属灵的观 就是 刚才教育吧 我再补充一下 其实因信称义 很多人 只要认识耶稣 就是因信称义 就属于自己是得救了 那么 因信称义 这是 开始就有圣灵入住 那么圣灵 很多人就对圣灵很稳乎 那么什么是圣灵 不清楚 因为我刚信称之后 我太太就常天问我 圣灵是什么东西啊 你给我看一下 摸不到 看不到 很难解释 就很难理解 因为我们学理科都知道 什么东西都要一加一等一二 算出来 就很容易理解 算不出来就很难 那么很多解释家就这么说的 圣灵本身就是从圣灵来的力量 不是我们人的力量 你是 你能感觉到 但是你摸不到 看不到 那么呢 圣灵来了之后 就会纠正我们内心 就会纠正我们内心的方向 和我们心里的很多纠结 那么圣灵来了之后呢 就我们心里就知道 基督已经住在我们心里 圣灵来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有智慧 有智慧地去安排我们的日常生活 工作 那么圣灵来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信心 力量 圣灵就会看过我们 保守我们 那么 一个基督徒 再说简单一点 如果一个 一个领受圣灵的一个基督徒呢 他才不会在乎去要饭吃 不知道这话说的是不是在刻骨 一个真正圣灵充满过圣灵 领受圣灵的一个基督徒 他就不在乎要饭吃 没有关系 靠手吃都可以 这个意思 那么 那么我们不属灵的人呢 或者呢 不居住自己的人 我们就要最好的工作 很有很高的职位 就觉得很满意 那么真正有圣灵充满的人 就想法肯定不一样 那么基督徒呢 讲圣灵这一刻他也说过 基督徒呢 基督徒和圣灵充满的基督徒 是天壤之别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有这种感受啊 那么 基督徒很容易做 但是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很容易做 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这种 圣灵充满的一个基督徒 那么 圣灵充满之后呢 我们就是 刚开始信主那一点呢 对圣灵就很模糊 到底是什么 不太清楚 但是呢 随着我们的团结啊 教会生活啊 靠你的服事之后 随着你成圣的日子 你就会看得更清晰一点 但是看得清不清楚 还是不清楚 因为圣灵这是神的力量 我们看不清楚 那么 到了你圣灵充满之后呢 又看得清楚一点 但是你永远还是看不清 他是这么解释的啊 那么圣灵的 那很多人就是对这个圣经理解 不一样在哪里 错误在哪里 很多人就是想把圣经的内容套到自己身上 就以后得救了 圣经里不是说是 心而受洗就得救吗 我信了 我也受洗了 就得救了 就拿那个张姐套在身上 这个方法不妥 另外一个妥的方法是哪里 对的方法应该是 拿圣经所说的 圣经 新约圣经说 得救的确据来自圣灵 而不是圣经 最终我们要靠圣经的乐部 去求圣灵充满 我们才知道得救的确据 而不是圣经的每一句话 或哪一句话 是变成你的得救的确据 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第二关 第三关是道德关 道德关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我们平时的生活 我们要活出见证 你的活出的生活的见证 就证明你是不是基督徒 你是不是圣灵充满了几个基督徒 或者是得救的基督徒 那么这个证据在哪里 证据在你的良知 没人会告诉你 你自己最清楚 你我最清楚 我的良知 告诉我 我是不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 那么 怎样的信才能使你得救呢 是人们都渴慕 特别是基督徒 很多人都渴慕 都想变成一个很追求 很诚心 很诚心如意的一个基督徒 那么他这里就说了 这是罗马书说的 你看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 并总没有信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为个神 却满心相信 神所应许的 必能成就 他这里就有几个东西 一定要坚持坚固 而且满心相信 神的应许就会到 那么他又 另外西文来说的是这么说的 我们若起出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分了 圣经的从头到尾 说了很多坚持 坚持到底 基督徒如果坚持到底 我不知道 就是说 有一个故事讲到这么说的 不在起跑线上 有你有我 关在的终点站上 有没有你和我 起跑线上 很多万人在起跑 终点站有多少 圣经里很多话呢 就有一段话也说过 那个有一条门是很窄的 去的人很少 反过来有一条路很宽的 很多人在走 那是死亡之路 很难听 但是这是圣经确实这句话 那一条窄路呢 很少有人走 所以你一定要坚持到底 你才能到马拉伯的终点站 这是基督徒说的 那么 雅各书也说 刚才我跟大家分享过 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 指给我看 我便借着我的行为 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就是一定要有信心的行为 一起配合 那么怎么操练 所有东西是操练最难 怎么操练 大家都想很像信主 我想操练的最 最前提就是你 承认上面的主权 不是你自己 信主的最难的一点就是主权 主权放不出来 我自己就是神 我是一家之主 我是男人 我有收敌 我健康 我什么都能做 神就没有了 没有不要 神没有不要 就很难兴趣 一定要把主权交出来 我啥都不是 我虽然是一个人 神没有什么 什么东西 啥都不是 你就很容易 容易谦卑下来 第二点 谦卑下来 第三点 很多信主 特别不道友 来信主的一点 就是先信主 先让耶稣进来 很多人就不敢受洗 不敢卖下一步 有没有发现 让耶稣进来 你要信 你要接受 你要受洗 圣灵自然就会动工 要开这个门 让耶稣进来 不要让耶稣在门 一直给你敲门 一直在敲门 你就不给他开门 所以一定要让耶稣进来 圣灵自然就会做工 那么 结论是什么 结论就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圣经中 得救的确讯 那么第二点 我们要生命要改变 如果生命不改变 我们就没有这个见证 没有一个确据 那么第三点 要坚持到底 那么这个圣经呢 从头到头 都是讲这个 就是一定要坚持到底 那么 结束之下 我分享一个故事 就是我们书上就是去年 考荒博士的certificate的考试 我们整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它在复习 因为我们是二伴 它有那些日语 过来转成英语 考荒博士出来了 但是呢 还有一个是 阿伯格的一个神经病的考试 大家就知道 这个考试我们真是费了很多力 真是负二的准备 而且咱们可以打到 他那个最后考试呢 前面还有很多考试都过了 那么最后两个考试是 每个考试都四个小时的 一门考试就是操练的 那个人的亲子来给你操练 你要面对客人 第二门考试是第四 那么他考试去之前呢 他就给另外一个姐妹 他们以前认识的一个姐妹去的 那那个姐妹呢 肚子照着有一个一岁的小孩 你想他复习 复习到什么中处 对吧 有小孩身体也不方便 他也没复习多少 那么我们书上呢 全力以赴复习的 我们孩子也大了 考试结果在哪里 三个月之后才能动乎 我们也曾经打包 我们求生能 怕是过啊 别迷茫 结果就不是 我们书上没有过 那么我们倒不绵硬这个结果 我想说的重点就是 标准不在我们手里 我们当时觉得 这个标准在我们省 书上那么复习那么好 准备的那么好 肯定过了 偏偏见这两个姐妹走 考完试之后呢 书上还觉得感觉还可以 那个姐妹考完试之后 就痛苦流涕 你想她怀着 一个月的小孩 下一次什么时候考 对吧 结果那个姐妹是过了 知道什么意思吗 最终结果这个裁判官 不在我们手里 我们信主也是一样 最终的裁判标准 不是我们人来定 神来定 我们要符合神的标准 财能过准 所以我们 从中学了很多功课 从这些东西 我们学了很多功课 我们来一起 地主祷告 神让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跟我们时间 能够让我们分享 让我们分享 主内一个得救的确据 我们是不是得救 神让我们祈求你 天天看顾我们 看顾我们的内心 祈求你的生命动工 让我们内心里 有喜悦 有平安 让我们紧紧地抓住 一个得救的确据 神的应许 耶稣基督的救了你 实际上的救恩 靠着救恩 去行出你的道乱 做出你的见证 让我们生命不改变 让世人见到我们 就知道 耶稣的门徒 是我们传扬福音的 一个传使者 也请求你保守 这个教会的美美的姊姊妹 特别是已经顺起的 基督徒 让我们在主内 能够有得救的确据 让我们靠着确据 去有喜乐地 去给你做见证 去荣耀你 感谢你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今天搞一次圣餐 圣餐我们现在是准备 改到每个月的 第一个星期天 因为圣餐比较严肃 所以圣餐大家就不要 来回跑 因为圣餐是对 已经受洗的基督徒 用的 圣餐是大家一起 拿顶杯子 一起拿顶杯子 我们一起用 圣经那些讲 这个圣餐是 一定要让我们知道圣餐的意义 才去用圣餐 圣餐这个饼和杯不是说很简单的一个吃一点喝一点 那个意义就已经冒犯了神的身体 所以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要用圣餐 然后呢 第二个呢 一定要知道 要省察自己 这个省察自己不是说 我们像古典的那个检讨自己 不是那么简单 省察自己就是 我们是他基督徒 神的允许 去再做事情 第三个呢 这圣餐的意义就是 让有盼望 每个拿到这个圣餐的人 都知道我们有盼望 一定要拼着盼望 去用这个圣餐 因为耶稣基督会在 所以我们要拼着这种盼望 去用这个圣餐 阿姆 我们拿好饼杯的弟兄姐妹 一起站起来 我们一起 拿好饼杯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 站起来 我们一起地头 我们一起祷告 神的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拣选我们 这十位弟兄姐妹 做你的门徒 感谢你 竟然抬起我们 使用我们 也拆遣我们 神的祈求你的宝血 祈求你的身体 加固我们 加固我们灵命成长 尽管我们在世上 很脆弱 但是我们在灵命成长上 靠着你的宝血 靠着你的身体 我们天天天天增长 让我们有耶稣的补价 让我们耶稣的智慧和力量 让我们在世上 能够做盐 做光 照亮他人 感谢你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用这个圣诞 我们接着再丽 我们一起唱一首歌 我们下一个给我们 immune 谢谢大家